张子怡,姜文,刘亦菲,汤唯,2018电影开集节,向电视圈发动降维攻击 2018年的开年,整个荧幕显得有些冷清,网年那些开年有大剧的惯例在今年夹然而止 电视台被家长李短婆妈剧和谍战剧占领,网络平台仍旧是2017年末的几部大剧撑着流量,而后都是些小情小爱 衣裳是一部分表面的假象 另一部分的真相是,张廷指导的大名黄飞孙若微转开机了,爱奇艺年度大剧黄金铜开机了,正午阳光开年第一弹都挺好开机了 经典武侠IP一天屠龙记又翻拍了,腾讯影业与新立电视的近余年开启了定装发布会 一切瞩目的新剧都刚刚开启了征程 今年的开年大戏,就是看哪些大戏有的官宣,有的开机,有的坐等开播,而大戏们绝对分量十足 连张子怡都登上综艺节目,荧幕前的观众看得一换一针,图哥开心,可荧幕里的那一个却不是直想哄的观众满意,他也想自己能够找到满意的人 早有传闻,演员的诞生真名应该叫帝王夜的诞生,这故事的前应该是房间聊了一年多 张子怡出演大女主戏帝王夜,于是 虽然味道官宣地步,但男主似乎有了眉目,极有可能就是演员的诞生冠军得主 把张子怡看成了迷乐脸的周一维,毕竟台上一场胭脂扣看得观众也入戏 虽然听说张子怡还亲点了郑爽参演帝王夜,不知适合角色用意,但一边用当红的综艺节目自我曝光 一边给新戏选心仪的角色,立即立人 她再也不是那个只会出现在时尚活动和国际电影节,一脸很劲儿的高冷女生了 这注定是一个高冷电影他们纷纷走下神坛,走向另一片舞台的时代 这另一片舞台,就是电视剧 哪其电影开回楼了 2014年的周迅很忙,上映了三部电影,还有一部电视剧 自从2003年与李亚鹏一起出演海滩之后,11年未再出现电视作品,埋头拍电影的周迅,以一部红高粱 拿下了次年第2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最佳女主角奖 这部剧改编自莫言同名原著小说,郑小龙指导,踩着一具四星最后的时刻 同时登陆山东、北京、浙江和东方卫视,一共六十集 话题发酵几个月不散,口碑却未下落 搭配的演员除了秦海路之外,还有朱亚文和黄轩这样的八十后戏骨 周迅的电视圈回刘之作选对了路 就像他当年从电视圈红出去时的那些大名公子 橘子红了,智忧亦有国民度 后来放冰冰的《胡乐娘传奇》以三个一头子拍摄八个月 口碑包扁不一颗大头剧风波暂且不提 就从唐德影视和范冰冰工作室在出品方里的分位看来 范冰冰冰时隔五年的回归是有备而来 出演大女主剧城方间话题人物 德明,用不到百万投资唐德影视 《胡乐娘传奇》之后,唐德影视股价大涨 范冰冰作为第十大股东直接增值1.6亿,自然是得利 两位大咖之后,其他不少在电影圈也是颇有名为的艺人也逐渐按捺不住 五十亿影后,白百合用外科风云和南方有乔木搭档口被流量男艺人,杀回电视圈 金马影后周都宇,马思纯分别用春风十里不如你和将军在上直接进入网络大剧圈 各种影帝也是直接身体例行 赵又婷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为他逆转口碑 刘叶搭道林依晨出演都市剧《老男孩》 江文和张涵与勇曹操和《天下长安》这样的历史剧实现气场压制 黄晓明的《上古情歌》虽然出师不力 但《狼牙榜之风》启长林又为他满尊稀粉 当然,2017年过去,2018年的大戏依旧上演中 周迅的《如意转》和《范冰冰的《八女转》究竟谁先登录荧幕尚且是未知之数 汤唯为时隔十年再次出演的电视剧《大名黄飞孙若微转》也低调开机 张子怡的《帝王夜》虽未官宣 但大家早已心知肚明 姚晨自2014年后在拍戏 已经成了正午阳光新剧都挺好的女主 就连刘嘉玲都不顾是否会把半生源变成后半生源而来拍剧了 电视市场的扩张,有了无限延展的可能性 居多演员少,演技派回流,行业自是大为欢迎 更何况对这些电影咖来说,有些野心可只有小荧幕,才能实现 小荧幕野心 在忙碌的大咖里算得上微博活跃分子的刘亦菲 忽然于1月8日的凌晨1点发了一条仅有三个字的微博 在微博里一向都是稀猫宣传晒闺蜜 看似一派岁月静好的小仙女氛围 发出一条如此一代嘲讽的内容 必然是出有因,一时引得各方猜测 没多久,机智的吃瓜网友发现 他将大半个月之前对参演新剧 的关注取消了与之互动的微博也删除 所以嘲讽微博与新剧有关的猜测也八九不离十 原因诸多,有说是刘亦菲进组前后看到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剧本 进组之前看了自己做大女主的剧本 进组之后看了真实剧本是彭女配 也有说是因为签合同之前说好世上新大剧 进组之后变成网播 但无论如何,就算那个呵呵搭挂着坚决不删 刘亦菲都还是待在足力乖巧老师的继续拍戏了 电影咖回流电视圈的现象是从2005年左右开始愈发明显 恰巧也是影视行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开端 那一年,花青古代动了之后的仙霞剧大型奇道 网文IP分拍知识愈演愈烈 古剑奇谈等剧带其李易峰陈伟霆等初代一线流量小声 盗墓笔记,无心法师,灵魂百入二,暗黑者二等高口碑高热度网 剧将互联网影视行业逐渐带进大众视野 电视台却由一具四星所仅为一具两星 构具大维持力,网台联动逐渐有了眉目 网络平台士气大增 其后就发现,影视行业的格局有了变化 电影咖的回流是在必行 首先,作为艺人本身的曝光度方面 电影咖虽站在影视行业比试炼顶端 但因电影片场有限,演员曝光有限 一旦未视剧,如今大剧增加 曝光时间以两个月为底线增加 话题热度也时刻保持在一个高度 其次,电视剧的项目质量整体有所提高精进 去年更是出现不少电影质感作品 网文IP以千佳玄幻题材和宫廷大女主戏为首 故装居多,碍于电视台的限顾令 很多题材在网络平台发挥更大 同时因为网络平台的加入 电视台不在一方独大 竞争之后,更是拼投资拼内容的阶段 第三,演戏之外,电视产业仍大有可图 演员吃的一口青春饭,终须有尽头 85后一线小花早已有位与筹谋者如扬蜜 创办家型传媒 从演员跨航到制作 从个人赚钱到集团市赚钱 好比范冰冰之余 唐德影是这样的文娱产业布局 周迅与陈坤双双杀回电视圈之后 在去年6月22日宣布成立东升越来文化有限公司 今年1月2日签约首位艺人老戏骨尼大红 想必未来也会在文娱产业大干一番 最后,一个最直观的原因 电视剧的平均片酬比电影高很多 奔着得奖去的电影作品许多篇文艺性质 票房无保证 演员更是会近乎零片酬参演 商业电影的口碑无保证 演员尽量不想参加 但电视剧里的大IP大项目 不仅质量高口碑好 投入大片酬也高 动辄又报价打几千万或者上亿的片酬 恶乐而不为 幕后电影大咖们的跃跃欲试 别以为回流电视圈的只有演员 2017年的网剧市场有的重要标签叫做电影化 究竟是要把网剧拍成电影 还是把网剧当成电影拍 个人心中自有Balance 陈克欣在去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里说道 已经做好拍网剧的准备了 虽然也有戴锦华以电影人不能丧失影院 唯有进行了辩论 但2017年爱奇艺世界大会的论坛上 电影人纷纷为互联网影视站台 这样的回流是不可挡 香港电影金像奖导演奖得主陈家上 对内地网络市场迫不及待 与爱奇艺乐和影业一拍即合 陈家上监制的首部网剧堂砖的拍摄 已经进入尾声 已经有无证之最打响网剧头炮的韩三平 会继续兼日爱奇艺的网剧战争传奇 王晶的冒险王卫斯里和徐静蕾的同学 两亿岁也都在进行中 陈国父终于还是要为了功夫影业旗下的 控股公司功夫真言展台 兼日由功夫真言出品的动物管理局 周星驰的西游酱模篇与美人鱼依旧是所有人的焦点 冯小刚不玩商业喜剧之后 小伙慢奸了几年 芳华得以票房突破10亿 同一时间 他和自己的金牌制作人陆国强的第一部网剧 爱奇艺自制IP剧见王朝也开拍了 我们本就是做电视剧出身 在两位看来 这是一种回归 只不过20年之后时代变了 播放渠道变了 变成了网络 但制作的要求 唯有精益求精 而他投资的电视剧火王 已被视为盈利之作 电影是梦想 资本涌入的电视剧圈 注定才是各位电影开的一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